诸葛亮死里逃生 又回到了下口 这也就是孔明 要换旁人呢 把脑袋就丢到江东了 回来之后 马上就升仗 要分兵派将 这仗啊就好打了 因为主力部队 那是东吴的人马 跟曹梦德死壳玩命 等火烧战船 把曹梦德打花了之后 诸葛亮主要是派人呢 打便宜手 最主要最主要的 就是抢东西呀 什么刀枪弃敏 锣鼓帐房 逮什么要什么吧 头一之令 就派到了赵云赵子龙 让赵四将军呢 带领三千人马直奔乌林 找那树木跟芦苇 比较密集的地方 把人马埋伏好了 千万别有动静 估计三更到四更左右 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 游到乌林这条路上逃走 那赵子龙嗷一声冲出去 就打东西呀 把曹梦德帮帮帮敲一顿 打得差不多 打跑了就算得了 他扔下的东西 是鞋呀 是袜子呀 鞋垫呀 裤衩子呀 逮什么就抢什么 全都给捡回来 这就是手工一剑 赵云领命带兵可就走了 第二支将领派的是张飞张义德 让三将军带领着三千人马 到在仪陵附近 葫芦谷口埋伏好了 这地方啊 也是曹梦德残兵败将必经之路 老曹来了之后 帮帮帮也敲他一顿 打跑了吧 也就差不多了 继续捡东西呀 另外张飞这支队伍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用带粮食 不用带水 为什么呢 因为葫芦谷口这地方啊 最适合埋锅造饭 曹梦德到这之后 肯定累得够呛 饿得都透气了 他就得带着人在这也吹 等把饭做好了 要吃还没吃的时候 就需要张三爷抓紧时间冲出去 把曹操给打跑了 端他锅 直接就吃饭 改善一下伙食嘛 张飞一听啊 乐坏了 我这活可真不错 我说弟兄们呢 带两只烧鸡 再带一只熏兔 那个酒就别多带了啊 带一葫芦 给我解解馋就得了 出发 第二只人马也走了 第三只将领 诸葛亮啊 派给了弥竹弥芳和流风 让他们带领三千人马 沿着长江水路两边 是追杀曹操的败兵 追杀败兵啊 这是搂草打兔子 不是主要的 主要是什么呢 还是抢夺军械 什么资重啊 粮草啊 什么盔甲啊 刀枪啊 被褥啊 车辆啊 旗帜啊 船只啊 见什么 要什么吧 刘备在旁边坐着呢 心里头这美哟 心说这军师 推会疼人了 知道我刘备刘玄德 家底太薄了 这回啊 要大发战争财 多捡点洋涝 哎哟 想一想 心里就美得慌哦 紧接着第四只将领 给了公子刘齐了 让大公子啊 倒在武昌这个地方 前去镇守 顺便啊 也多捡点东西 等全都派完了 诸葛亮一回头 就跟刘备说 主公啊 您可以在反口吞兵 平高而望 看看今天晚上 周瑜纵火 怎样火烧战船 刘备乐的 鼻涕泡都快出来了 军师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喜欢看热闹 我这看热闹的 还不嫌事大 就在这么个时候 有一个人呢 实在是忍不住了 谁呀 二军侯 关羽 关云长 云长就琢磨 怎么不派我呀 我跟大哥身经百战 哪一战 我不是身先士卒 立下了汉马功劳 想到这儿啊 一晃身形 哗愣愣 假叶子乱想啊 残梅倒树 凤木渊征 无留常然 胸前漂白 卖胡不倒在 率案前头 双手抱拳 呃军师 二将军 有何花奖啊 军师啊 想我关羽多年 追随兄长南征北战士 东挡西杀 而今要大破曹军 我身为战将 为何不派官谋 镇前杀敌呢 对呀 刘备也想起来了 赶紧看看诸葛亮 心说这么大的战场 怎么不派云长呢 诸葛亮面带微笑 二将军 不要见怪 我本想委派你 去把守一个重要的爱口 可又怕二将军 你为难 完不成任务啊 哎 军师 你统帅三军 关羽为将 李英尊令 镇前杀敌 难道张飞 取得赵云 取得我这口青龙燕月刀 斩杀不了曹英 兵将吗 哎呀 关将军 你武艺高强 曹兵见你呀 必然是魂飞天外 破散久消 怎能打不过曹兵曹将呢 但有一劫 曹操的残兵败将 经过葫芦谷口 三将军追杀一阵 就所剩无几了 他一定败走 华荣道 我想委派二将军 镇守华荣 活捉曹操 手道擒来呀 可是呢 我听主公说过 想当年 关将军在许昌 跟曹操共处 听说曹操对你是恩仲如山 你们两个有感情 如果说在华荣道 你把曹操给拦住了 他必然要求你呀 声泪俱下 你敢念旧情 说不定就寻思舞弊 把曹梦德给放了 那不就千功尽气了吗 因此上啊 我不敢派你 哎呀 就这几句话呀 把关云厂给气的 差点没咽了气 军师啊 你言之诧异 想当年在徐昌 曹操确实对我不薄啊 可是我展燕亮朱文筹 解了白马之围 已然报答曹操了 而今两国交兵 关云厂怎能因私而废功呢 军师啊 如果让关某镇守华荣道 曹操就是泪生双翅 也难以沸腾 关将军 倘若你放走曹操 又当如何 哎呀 军师 我愿立下军令状 好 既然如此 就请二将军立下军令状 军法无私 就一军师 军政司 看军令状词好 军政司啊 拿过军令状 关云是提笔就写 立军令状人 关云 今奉军师将令去华荣道埋伏 如果曹操败走华荣 被我放走 愿将向上人头 陷于军师 立状人 关云 划压之后 双手望上一程 请军师过目 诸葛亮接过来 仔细看了看 递给军政司 这军政司啊 刚要给收起来 关云厂一百手前满 军师啊 倘若曹操不走华荣 又待怎样呢 诸葛亮点了点头 如果曹操不走华荣道 本军师 也给你立一下军令状 诸葛亮提起笔啊 也写上了 立状人 诸葛孔明 今命关予镇守华荣道 勤拿国贼 倘若曹操未走华荣道 愿将向上人头 输于官将军 立军令状人 诸葛孔明 唰唰唰唰 也化了压了 二将军 你过目吧 关云厂看了一眼 一百手 军政司就把两份军令状啊 就全都收起来了 这时候一旁边的刘备 刘玄德 心里头砰砰之跳啊 又晃脑袋 又摇头 急得光光之跺脚 可是也没办法拦呢 刘备心说这叫什么事啊 如果曹操走华荣道 二弟又把他放了 那我二弟这脑袋就得搬家 如果说曹操不走华荣道 那么军师也立了军令状了 孔明就得掉脑袋 这回麻烦了 不是关云死就是孔明死 我非得舍一个不可 哎呀 如之奈何 如之奈何哟 刘备他是有口难言 诸葛亮把令箭这么一举 关云听令 再印 命你带领五百销刀手 关平周仓两员战将 镇守华荣道 擒拿国贼曹操 遵令 关云伸手接过了令箭 呃 关将军 华荣道有两条道路 一条大路 一条小路 关将军你带领人马 埋伏在华荣小道 我得嘱咐你呀 你必须在小道的高山之处 堆积柴草 放起火来 有这把火 就能把曹操残兵败将 引至小道 将军你就可以 擒拿国贼了 嗯 关云一听啊 非常的纳闷 呃 军师啊 曹操用兵鬼诈 他看见烟火 就知道小道是必有埋伏 怎会朝小路而来呢 呵呵呵 二将军言之差异 岂不闻兵法是虚虚实实吗 曹梦德虽能用兵 但只有这样啊 才能够瞒得住他 老曹一看哦 小路有烟火 他必定认为这是虚张声势 并没有什么埋伏 所以肯定会走华荣小道 曹操一刀 关将军啊 你手下可莫要留情哦 哎 关于尊令 跟军师告辞了 关云长气势汹汹 手举大令 伸手一撩着于踏尾 刷 然后迈虎步 腾腾腾走出大帐 点起五百销刀手 带着关平周仓 是直奔 华荣小道 刘备刘璇德呀 两只眼睛都看直了 这心呢 都提到嗓子眼 桃源三结义 关于是什么脾气 刘备知道 就这位二弟 关云长 傲上而不忍下 欺强而不凌弱 他是忠义之士啊 军师派他镇守华荣道 倘若说曹操真来 必然要求我的二弟 那我二弟心一软 十有八九 就得把曹操给放了 哎哟 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刘备呀 在这是越想越揪心 刘备揪心 那曹操干什么呢 这曹操啊 他是乐乐呵呵的 大模大样 净等着挨烧呢 现在东南风啊 已经起来了 曹梦德还没有明白过 这位曹丞相 坐在了中军保障 他等啊 判啊 判什么呀 就判了黄盖前来归降 喂呀和 怎么回事呢 自从看泽下书 蔡中蔡和送来消息 说甘宁和看泽都愿意投降 后来看泽的书信呢 又说黄盖借机 带着东吴的粮食前来归降 直到现在就再也没有江东的消息了 再说旁统献了连环祭 跟自己要了榜文 回转江东啊 他说要劝说孙权手下文武 归顺我曹操 可是也没有消息 怎么都是肉包子打狗呢 曹操正琢磨着呢 可了不得了 游打外头啊 慌慌张张 就跑进了一个人 曹梦德吓一跳啊 柔柔大三角眼 仔细这么一看 哎呦 正是谋事成玉 曹操看他的脸色 听他走路的声音 就知道成玉呀 有急事 在曹操这些谋事当中 心最细的 那就是成玉 这么心细的一个人 怎么慌慌张张 跑进来了 就好像兔子蹦一样 就好像狼狗碾的一样 哎呀 忠德 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哎呀 丞相啊 你看见没有啊 风向变了 原来刮的是西北风 现在刮起了东南风啊 如果那周瑜 借着东南风起 施起火功绩 哎呀 对我君是大大的不利 丞相 不可不妨啊 曹操一听啊 手碾虚然 哎呀 忠德呀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我刚才已经出去呀 看得是清清楚楚 东南风越挂越紧 可是身为主将 应该知天文小地理 才能够依法用兵 多算则胜 少算则败呀 老夫怎么能不算计呢 忠德呀 今天是冬至 冬至一阳升 夏至一阴升 冬至这两天呢 比较特殊 刮一点东南风啊 没有什么奇怪的 忠德啊 不要担心 一旁落座 成语坐到那儿 还要说话呢 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 骑兵丞相 江东来了一只小船 船上之人 要面见丞相 献黄盖的书信 来得正好 命他进帐 时间不大 一名江东小校 走进了中军大帐 跪倒在地呀 把书信往头上一顶 靠见丞相 这是老将军黄盖 叫我送来的密信 成交相爷 来人呐 成了上来 中军官把信接过来 交给了曹操 曹操打开棺桥啊 信上写的非常的清楚 说最近周瑜 防范的太严了 我黄盖是无法脱身 最近呢 有打颇阳湖 运来大批的军粮 周瑜命我巡查 不能让粮食丢失 所以我呀 就有机会了 今夜二更天 我寻机压着粮船 前来归降丞相 船上插着青龙牙齐望 丞相派兵接我 曹操太高兴了 嗯 功夫前来归降 这是天助我爷 来呀 看赏 中军官拿出来 五十两银子 赏给这个小孝 小孝跪倒磕头谢恩 转身可就走了 回去禀报黄盖老将军 老将军呢 又让他去禀报周瑜 这时候周公锦呢 看太阳已经下山了 急忙忙吩咐一声 雷鼓声仗 江东文武参见都督 然后分裂两旁 周瑜把脸望下一沉 来人呢 将菜盒与我绑了 捆绑手蹭下子就过去了 妈肩头拢二臂 就把菜盒给捆上了 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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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盒感觉不得尽哪 你这不废话吗 捆猪 猪也不得尽 何况是菜盒呢 嘟嘟 我是莫名其妙 我我菜盒无罪 菜盒 你竟敢来到我东吴诈祥 我派干宁干兴吧 带走了菜中 把你留在帐下是另有所用 告诉你吧 今晚本都督发兵破槽 必须要记大旗啊 就得杀猪啊 宰羊啊 我感觉呀 对不起那猪 对不起那羊 怎么办呢 就拿你替代砍你的脑袋 来呀 推出去斩了 菜盒都傻了 心说不成 我呀 我不能受死 我必须拉一垫背的 嘟嘟 嘟嘟啊 你说的不错 我是来诈祥的 可我是被迫无奈呀 你们大营里头 也有私通曹丞相的 你怎么就不说呢 哦 是什么人 暗通曹操 哎呀 就是你手下的大将 干宁干行吧 还有参谋 看则 看得润 你这个大傻貌 你就没看出来吗 那都是假的 都是本都督安排的 菜盒 菜盒一咧嘴脑袋一搭了 连魂都没了 被刀扶手就推出去了 倒在江边大都旗下 祭酒烧纸举起钢刀 咖啪 人头落地呀 一枪鲜血 望上这么一喷 是血剑大都旗 这是大吉大利的意思 计完了大旗周瑜立刻传令 黄老将军火速开船 啊 族令哦 黄盖是精神百倍 跟韩当讲亲 陈武周太打了个招呼 吩咐一声扯旗呀 大红旗扑鲁一下 可就扯起来了 旗子被封这么一刮 航书旧卷 上书四个大字 是先锋黄盖 这老将军登上了第三条大船 大家伙这么一看 老将军呢 头戴扎金 身披眼心甲 手提宝刀 依然在风中漂白呀 老将军用手一指 非洲前进 往赤壁进发 这船队 就冲出了三江口 后边四支水军 一千多支战船呢 也跟着出动了 整个江面上头 就铺满了江东的战船 就好像飞的差不多 借着东南风大座 排山倒海 奔曹操水师大营 可就压过来了 曹操干什么呢 他在帅船上头站着呢 是遥望江南 看月上中天照于江水 如同万道金蛇 翻波细浪 曹操迎风大笑 自以为得志啊 突然间中军官用手一指 丞相您快看 江南好像有不少船队 顺风而来 曹操迈步走到 率船最高的地方 凭空望江中观看 中军官又禀报了 丞相啊 江东的船插着青龙崖旗呢 有一杆大旗上 有黄盖的名字 曹梦德柔柔眼睛 仔细看了看 嗯 不错不错 我很快乐 啊 黄盖的船果然来了 曹梦德哈哈大笑 他可不知道 自己这么大曹丞相啊 马上就要变成烧烤板 在这里 我们下期间 先刷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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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